大家好 歡迎收看2月21號週三的新聞大家談 我是扶搖 我們今天邀請到三位嘉賓 一位是史詩評論員資深政經分析師秦鵬 秦鵬先生好 扶搖你好 觀眾朋友們好 張建軍好 大宇好 我們線上邀請到兩位 一位是中華民國前空軍中將副司令 臺灣國立清華大學講座教授 張研廷 張將軍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好的 歡迎 另外一位是新聞叛驚奇的主持人李大宇 大宇好 大家好 張將軍好 秦鵬好 大家好 好的 歡迎三位 我們來關注今天的新聞焦點 自己接醜中共攻擊英國印度的政府部 中共的網絡情報最大洩密案出爐了 安巡內部員工集體造反嗎 美國FBI解構中共的黑客 而臺灣的金門案再發酵 粉紅不買賬 中共慫了嗎 最近我們看到為中共公安部工作的 中國網絡安全公司安巡的大量內部文件 遭到洩密 並且曝光了它的一系列海外攻擊目標 以及攻擊性的工具和操作 這些文件被匿名發表在軟體開發平台Github上 洩密的文件顯示 安巡針對不同國家的目標機構 團體 進行過大規模攻擊 其中包括韓國 馬來西亞 蒙古 尼泊爾 印度 巴基斯坦 阿富汗 菲律賓 泰國 法國 坚普寨 羅旺達 香港 臺灣 印度尼西亞 越南 緬甸 土耳其政府等等 文件中 安巡還吹噓他們曾經入侵或攻擊過 印度國防部 北約 英國國家犯罪局 並且長期深度訪問鄰國電信公司 看到在被洩密的信息中 有一張是安巡內部公司內部人員的聊天記錄 顯示 他們的業務範圍還涵蓋外交部常務秘書辦公室 外交部東盟司 總理辦公室國家情報局 總理辦公室秘書處 總理辦公室內閣秘書處 國防部長辦公室等等 在泄露的安巡產品手冊中 還可以看到 安巡宣稱自己可以通過隱蔽的手段 密取郵件內容 可以在海外的社交平臺推特上控制取證 遠程控制電腦Windows系統 蘋果電腦系統 還有手機蘋果的系統 還有安卓系統 Linux系統 還可以通過WiFi植入設備等等 而目前在中國的網絡上 還可以查到大量的中共政府 去鼓吹安巡的文章和報導 所以說這個事情其實影響蠻大的 首先問一下大宇 安巡公司合作的單位 我們看到有中共的公安部 北京市的公安局 還有新疆的網安總隊等等 在內的30多個中共的公安部門 然後還有一些國企 比如說中共的水利部 國家電網 多家的銀行 還有北京大學 外交學院等等這些學校和企業 應該說這些內容都是屬於中共的機密文件 為什麼這種機密文件會被如此大規模的洩漏呢 我覺得可以從三個方面來看 首先在Github它是可以說全球最大的一個 它們程序員的聚集地 那麼很多程序員不只是中國 都在上面洩密 那歷年來 我看有人專門整理了一個表格 很多國家的歷年的洩密哪一年 國家洩密什麼巴西的 美國的等等都有 包括中國的 然後2017年大疆公司它就有一個安全漏洞 它怎麼發現了安全漏洞呢 發現是它們一個員工 把他們的一個原代碼分享到了Github 讓外界掌握到了大疆公司它們一個原代碼 從而就是發生了洩漏 那麼2020年7月還有兩家大陸的企業 數據被分享到了Github上面 那一個數據是來自互聯網和科技養老的 所謂科技養老的這樣的企業叫肖信通 那麼洩漏的信息包括什麼GPS位置 手機號 地址 那麼還有一個是來自上海研華 那它們也包括很多的敏感數據 什麼音頻文件 姓名 員工身份證號碼等等 這些都有 那麼再講另外一個方面就是中共的制度本身的問題 就像你如果是翻牆看到了一個東西 你敢不敢去報警呢 你可能不敢 因為你翻牆本身在中共看來就違法 所以說這中共制度本身的問題就是說 它這個制度造成很多人看到了海外洩漏的一些事情 他不敢及時上報 就造成一些這樣的現象的層數不窮 也給這樣的事情流出了很多的空間 那比如說之前就有中共公安部的一些相關數據 在網上海外的網站被暴露一年多 但是沒有人上報 為什麼 就是大家害怕上報之後自己反而有事 那比如說國內有的科技業者他就接受采訪 他舉個例子 說看到有個程序員 他發現了這個CSDN上有漏洞 那他能不能去告訴中共的官部門呢 他也不敢 為什麼呢 因為你告的時候反而自己可能會被抓被告 那中共可能會以什麼所謂的破壞計算機信息系統罪 以這樣的形式來起訴這個人 那相當於就看到老人摔倒了 現在我不敢服 服了他自己就倒霉了 所以沒有人敢做這樣的事 所以這是中共制度上的問題 另外一個 有一些企業制度上的漏洞 可能也會造成這樣的現象 我們就順帶講了 那比如說這不是中國的例子 是美國 美國有個企業叫思科 思科有員工他離職5個月之後了 他的這個賬號權限還是隨身帶著 並沒有被收回 所以說他離開思科之後 他就開始做了一些泄密的事情 那麼思科後來才發現 因為這個員工呢 他的賬號權限還在 所以他還能登錄思科的系統 這也造成了這樣的泄密的情況 那麼第三點呢 就是說這個安巡內部的員工不滿 也是造成這個重要原因之一 因為現在呢一些分析已經指向了 現在的泄密很可能是因為 他內部員工的不滿 那當然也不排除這些員工呢 他們有了正義感 經過翻牆 經過看到很多正面的信息 發現中共做了很多內部的事 暗中做的事不光彩 所以他洩露出來了 不過現在對於安巡的泄密呢 很多人可能覺得還是比較像是 這個員工不滿造成的泄密 因為很多聊天記錄啊 是在這泄密內容裡面 大多數都是聊天記錄 微信的聊天記錄 像編聯體一樣 像以前我們看到的一些古書寫的 哪年公元前某某年 什麼工什麼王說了什麼什麼話 那現在就換成了哪一年 2020年2022年 這個公司內的員工 或者哪個老總說什麼話 像編聯體一樣 通過這個形式說了很多信息 洩露了很多信息 如果說他什麼話呢 他可能洩露很多 如果他有正義感的話 他可能是洩露很多關鍵的一些軟件啊 一些平台信息 但他洩露很多的聊天信息 裡面都是很多暴露這個對公司不滿的 所以我想這方面的 就是對公司不滿的可能性更大 那這種泄密我想這是有代表性的 因為它是來自中國的一個企業嘛 而且這種微信平台的截圖 微信平台的留言任何員工都能做 所以說像類似國內的華為啊 什麼海康維視啊等等 類似很多的中共的這樣的企業 可能都面臨泄密的風險 那麼包括這樣的員工在內 因為他們本身是做這種駭客的 做這種所謂的反這種 說對國外滲透吧 這麼講比較準確 所以說他們本身也會具有這樣的意識 他們可能想留點什麼東西啊 他就是這樣的人嘛 他可能在平時生活中也會注意這方面事情 所以中共國內很多的這樣從事這樣職業的人呢 都有這樣細密的風險 這對中共來說也是一個負資產 那麼我可以簡單舉幾個例子啊 他們員工是怎麼抱怨這個安巡公司的 比如說有的員工說他自己要離職了 因為付出跟不付出是一樣的 在企業裡面仍負一室啊 有的人就是憑關係能得到很好的 他自己再怎麼幹跟那個人得到的一樣 所以這樣的人幸會一冷 那還有的安巡內部的員工女性啊 他本來招進來是做各種各樣的技術工作的 但是呢卻被招去陪酒 那有的女生就說啊 自己老是為領導找去陪酒 說有的人可能有心眼啊不去陪 但他自己呢就經常被找 然後呢陪酒之後呢 甚至有的人啊他自己互相之間抱怨 在這個裡邊都體現出來了 說抱怨什麼呢 說自己感覺身體不舒服 婦科病啊想去檢查 是喝酒之後造成的 是怎麼造成呢 說可能是熬夜再加上喝酒 對女性的身體傷害就很大 所以說呢他這樣的聊天呢都被曝光出來了 那另外呢就是說 有的人啊就員工啊他抱怨說安巡需要排馬屁的人 說哪些哪些這個老總不能惹 哪些哪些人你惹了之後可能會被穿小鞋啊等等 這句話也說了 有的人也抱怨安巡是養老班啊 走了很多人啊公司大歡喜 然後不斷的招人 不斷的這幾年一直在招人 就說明這個他這個內部員工呢 他很多是留不住人嘛 他的企業文化有問題 然後呢還有銷售不給力啊 銷售這個拿不了太多錢等等吧 抱怨很多 所以我看呢就是員工不滿這方面呢 是造成本次洩密的一個主要原因吧 是 謝謝大宇啊 的確是安巡內部的員工有很大的不滿 看起來可能是員工內部造反引起來的 另外我想問一下張將軍呢 就是說我們看到這些洩露出來的信息 雖然他只是員工內部的一些抱怨 但其實體現出來的問題很大 您怎麼看這次洩密事件 會對於各國的國防安全帶來什麼樣的影響 我想這個大家都知道這個網路這些駭客 然後這些不管這些植入木馬城市 殭屍病毒等等 大家都知道只是說安巡把它說出來 只是印證而已 確實有其事 而且大家也相信 這不是新聞 這只是一個還原 那這樣子 我認為這個最主導的當然很多部門 我認為是公安部 公安部為主 公安部就需要這一方面的訊息 還有他的這些業績 那這安巡是他的子公司外包 外包你就按照公安部所提出來的任務 按照他的這些任務去做 那這些任務的話 我們可以知道有些就是要去滲透嘛 滲透從裡面挖一些東西 尤其是科研單位 科研單位有些技術性高機密型的東西 或者學術單位或者是政府的部門 尤其是這個國防軍事或者是航太的部門 這裡面有相關比較多重要的這些資訊 或者是科研的成果 或者是他的一些技術性的專業性的資料 在這裡面 可以把它從裡面從中把它經過滲透之後 從中把它拿出來 拿出來之後做參考運用 就變成由這個資訊的資料 變成很具有情報價值運用的一個資訊 這就不一樣了 可能只是本來的時候 只是一些突顯的個別的這些相關的電子的資訊 結果變成一個非常有價值的科研的成果的 一個參考的資料或者佐證 變成這個樣子 所以我想安巡他今天只是把這個事情說明白 更有這個證據 更有這個縮理 我們知道這個中國大陸也會 不只光中國大陸 他也會介入選舉 他在選舉裡面可以做操縱 他要支持哪一方 他有放一些相關的訊息 政治這些選舉的這些民調 這些相關的數據 相關的 這也可以在經過這方面的資訊上的字畫 來達到相當程度的影響 因為有的時候普通作義 這種在伯仲之間選情高張 這種對決兩個相互對決的狀況之下 在選情緊繃的狀況之下 這個時候可能一個外面的一個介入 或者一條訊息的擴大 渲染造成他選舉的價值的操作 會造成對大選的結果會有非常大的影響 也是這樣 不管大選都可以做介入 所以我認為他有這個東西 那既然有這個 他的目標 他的使命 那是不是我們從另外一角來看 他怎麼樣去防範 防範就很重要 怎麼去防止他 不能讓任他 這個來去自如 然後又竊取了滲透 或拿了一些很有價值 我認為實體隔離 先實體隔離 比較重要的 你今天銀行金融業 你是不是要有一個實體隔離 總理這個銀行金融業 你不要跟外面連在一起 你電力公司 你的交通耗製的系統 你不要跟外界連在一起 因為這是重要的 我們知道在前年 2022年的時候 裴洛西來台灣 中共大陸立刻實施網工 對這個中華民國總統府的網頁 就是一片空白就實施網工 所有的 還有那個台北車站 他那個看板也被自還 還有這個便利商店 便利商店裡面那些字幕也被自還 這就是網工了 已經開始做這些了 這些有沒有做 有嗎 那剛好裴洛西來 那是誰做的呢 一定不是台灣內部自己做的 一定是境外單位 那境外單位那很清楚 一定是有一些政治目的的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那就是做實體隔離 你看國防部是要做實體隔離 軍事單位要不要做實體 銀行金融保險電力 甚至我們所講到的一些 這些核能設施 就是比如核能發電 你可能就要把它獨立系統 那你要跟一般 跟外界連結的 那是一般行政部門 他有電子信箱 要跟人家互動 有沒有什麼意見的陳述 或者是有一些相關的政府 這方面需求 或者要去標案 要去下標 要給人家來投標 你這個要讓大家知道 這個是一般性的 你的投標沒有什麼機密性 只是說在價格大家來 這個最有利標 大家看誰出的價格是最經濟有效 來獲這個標 這是一般性 一般性的可以在網路上 那有他的功能性的 軍事性的 或重要的這個精明性的 就要實體隔離 然後有一個轉接器 這個轉接器跟外面做連結 這個轉接器可能是個隨身碟 你這個進來之後 經過這個檢測 有沒有病毒在裡面 沒有病毒在裡面可以使用 使用完畢之後 再回來做檢測 這個地方有沒有病毒就植入 沒有沒有之後回到原點 回到原點 這就是實體公益的 這一個隨身碟 它是具有掃描功能 有沒有相關的資訊被植入 那就可以查得出來 所以他認為實體隔離是個很有效的 但是實體隔離我們知道 成本會比較高一點 但是成本高一點 你為了資安 你可以低一點稍高的成本支出 但是卻獲得非常大的保密的成效 資訊一出去 你看看資訊出去幾千筆幾萬筆都有 很快的 網路上賣的時候 我們知道全台灣兩千多萬人的個資 在市場上賣幾十萬而已 你看他是本小孝項 他需要哪些人物 政治人物 教育人物 教育界的 還是其他地方政府 馬上就有了 他的個資 他的身體的狀況 健康的狀況 他的財報馬上就會有 很清楚 他才賣幾十萬 那便不便宜 那麼大筆 這個資料庫 從這個資料庫 他會做出大數據 從大數據中 他會找出一些 這些苗頭就出來了 抓出一些重點跟頭緒 那這樣的話 這可以把對方的這些 政治影響力 經濟影響力 地方勢力的影響力 統統抓到手上 那就不一樣 那是不是本小孝高 是不是本小利大 是這個樣子 所以我們來看 他有他的方向 他有他的目標 他有這方面的組織 像公安部負責 像統戰部負責 或者是向他的科研單位做負責 但是我們有防範的效果 一定要這樣做 而不然要出乎答應 最重要的是 我們不知道 我們哪些的資料 已經被他拿去 對 是 非常感謝張將軍 給出的這些建議 的確可能實體隔離 是一個很好的辦法 這樣就可以避免 很多的信息連通起來 竊取了一個地方 就可以連通到其他的 很多的這些端口 非常感謝張將軍給出的建議 另外 這一次其實是 對於中共來說 是有一個很大的打擊 就是說他可能去 真的是做了一些黑客的工作 或者說是去情報間諜方面 去竊取各國的這些資訊 對他來說是一個很大的 一個實錘的一個證據 但是現在也有一些認為 其實這次洩露的信息 從裡邊來看出來 其實這個公司 安巡公司 本身對於中共來說 它也是一個 就是說去騙中共的一個部門 一個公司 我不知道從這方面 要怎麼去解釋 秦鵬先生呢 我們先說這個安巡公司 是什麼樣的一個公司 這個實際上就是一個 我們說小偷公司 也是傳說中的一個紅客公司 什麼叫紅客 這是在網絡上大家知道 叫黑客 對吧 也有人知道說 當美國或者是日本 等等的話和中國發生矛盾的時候 那麼中國就會有一些黑客 開始大規模地去攻擊 其他國家的這些政府 或者什麼機構等等 這樣的一些服務器 就是粉紅黑客 好多人以為這是粉紅黑客 但事實上來講不是 就是也許這裡邊 會裹瀉著一部分的粉紅黑客 但是這裡邊往往的它的主體 是得到這個核心認證的 就是說中共的公安部 中共的國安部 它雙方認證的很多的 正式有國家的這種 內部編制身份的 這樣的一些人 而這些人呢 我們說當中共 需要去竊取情報的時候 那麼或者做其他很多 這種見不得人的事的時候 當然有一部分實際上 是由中共這個最核心的一些官方人員 公安部的 國安部的或者是軍方的等等 這批人在做 但有一批呢 它其實是以這種公司的模式 這樣的話 它在將來出事情 或者做這些事情的時候 比較方便 而且它可以比較方便的話呢 是從社會上吸取各種各樣的這些資源 所以我們看到實際上這個安巡就是這樣一個公司 那麼它的這個創始人 2010年的時候這個建立 那麼它的這個創始人實際上就是來自於中共的 內部認證的這樣一個紅客 所以它是有官方身份的 所以它才能夠做這麼多的這個中共國安部的 中共國安部的或者其他政府的這樣的一些客戶 那麼看到它自己在介紹裡邊 它說大概有三分之二的客戶是來自於中共的公安部 所以這個實際上是這麼一家公司 它這家公司呢在做這個業務的時候 它呢會去賣一些情報 對吧 從這個北約秘書長的這個文件夾 到這個印度政府的這些文檔 或者是台灣的一些情報等等的 就直接賣給這些不同的公安部門 他們有他們自己的一些要求 然後呢一對一的去進行銷售 進行合作 當然在這個過程當中呢 他們有的時候也打在 畢竟在社會上活動 它也打了一些合法的一些 或者是看起來冠冕彈簧的一些形式 對吧 或會做什麼平台 或做什麼樣的一些工作 但是這些事情來講 那我們從它的這個 微信的聊天對話中看出來呢 它做的這個方面很水 甚至呢有的時候它做的是只有一個demo 只有一個這種演示板 實際上沒有實際的產品 所以在這個裡頭呢 就是在我們看到發布這個信息的人 就說它這個是全是一些是垃圾啊 騙國家啊 騙國家政府部門啊等等的 對吧它是這麼講 但實際上你從它這個真正做的業務來看 它實際上是有硬邦邦的這樣的一個這種實力的 因為它不是一個淘汰班的 它是有一個非常強大的一個能力 它能夠從去真正竊取到一些信息 因為有一些信息你看到它這個想賣的時候 假如說對方覺得這個信息不重要 壓根也不付錢的 不要對吧 所以它並不是說它沒有本事 它有它的本事 偷東西它還是能夠偷到很多東西的 另外呢它也賣它偷東西的這樣的一些工具 但是呢你讓它做一些更大的一些什麼平台呀 一些什麼呀一些工具分析的能力啊等等的 它其實沒有 在這方面來講它確實是有點吹牛的性質 但是整體來講 這實際上是一個有實力的一家這種公司 所以這個整個是這樣子 當然說這裡邊也有可能有一些這種 我們說會摸魚的東西在裡頭對吧 但是這個呢 就屬於這個中共模式的靠山吃山靠水吃水 就是說它既然會有這樣的一些 國家的公安部門的這種項目 有些樣的一些合作 當然大家就可以上下合作起來 一起來去騙一些錢了 所以這個是在中共的這個體系裡邊 都是這麼幹的 所以這個我覺得也沒有什麼任何問題對吧 大家都這麼幹 另外呢我覺得它這裡邊還揭露出來是什麼呢 就是這些公司其實也經常幹一些敲詐勒索的事情 比如這個安心公司的話 它這個聊天記錄裡邊黑吃黑對吧 它要做一些色情網站網聊的 或者做一些博彩網站去做釣魚 但它其實它的內部文件還顯示說 他們其實是去打擊這些網站的 但是它有的時候也做這些東西 就是說你這個裡邊它是很難去界定的 因為對中共來說呢 它其實在圈內 或者我們說政府的內部裡邊 體制內 經常講句話呢叫做這個掃黃打黑對吧 這是官方所說的 但事實上來講 它真正打的是什麼打非 就是說非法的 對中共所來講不受控制的這些東西 真正來說你說這個黃色的黃賭毒 很多東西來講其實是中共縱容的 甚至有一些很多的黃賭毒 包括呢我們說這個緬甸的背後的黃賭毒背後 好多都是有中共的國安部門 中共的公安部門 或者有很多其他的這些權貴在裡邊在去做的 所以你很難去說它本身它的目的就是打擊這些 只是它會利用這樣的一些這種漏洞對吧 像對方去敲打勒索 這個是會幹的 另外呢我知道 因為我是認識一些公安部門 或者是國安的一些人 他們跟我講過一些 就是他們有的時候也會去發現一些 比如銀行或者其他一些公司漏洞 然後他去敲打勒索去要錢 對當然也不能完全叫他敲打勒索 因為他確實是發現了 但是呢某種意義上的話 你又能說只能說呢 剛才張建鈺也提到了 就是他很 因為他畢竟是通過非法手段去發現的 是 對吧所以這個時候呢 他可能就會有一些私下的一些合作 再通過這種所謂的做項目的方式 你我幫你彌補漏洞 或者做什麼安全項目 幫你把這個漏洞再給你堵上 當然這個錢就到手了 就是說他其實這裡邊 我們說這種紅客這樣的一些做法 他當然也會真正的去做一些敲打勒索 比如他這裡邊就提到說 發現了一些菠菜客戶系統的一個漏洞 然後通過這個漏洞的話 就可以搞定客戶系統啊 最終搞定了好幾個對吧 然後的話他們就利用了好幾個 或者去釣魚 或者去獲取其他的一些這種 內部的一些什麼信息 或者內部的一些什麼樣的一些這種 有價值的東西 他可能再去賣 這個事情也是經常會發生的 感覺中共內部都是在黑吃黑啊 本月初的時候 其實就是說國際上 對於中共的這個黑客方面的作業 是非常的重視的 美國聯邦調查局局長克里斯托弗雷 就在眾議院對華戰略競爭委員會的聽證會上 表示說 美國已經成功瓦解了中共的一個黑客組織 叫福特颱風 那麼雷此前呢 在接受美國CNBC媒體訪問的時候 還特別提醒 中共正在瞄準美國的頂級人工智能公司啊 大宇 我想問一下 中共的這些黑客組織敗露 加上這次安巡的海量信息掛在網上 中共信息往事頻頻在爆雷 那這對於中共本身會有什麼打擊嗎 我覺得是有傷害的 但至於說對它是不是嚴峻 這要看各國國際是不是作為 如果不作為的話 這種打擊也是有限度的 我們知道像安巡這次洩露很多秘密 包括安巡公司 它的三分之二的業務來自中共公安 而且它幫助中共的這些政府機構 安全部門做了很多追蹤的事情 包括對鄰近的國家 像韓國、印度、越南等等 很多國家都進行這種機密的竊取 它甚至還有能力去盜用 對方的推特帳號 其他社群媒體帳號 進行發帖 甚至收集對方用戶的這樣的信息 這些事它都能做 其實美國或者任何國際社會 就可以追究了 那你中共有這樣的企業 那是不是還有其他的 那對於這樣的企業 你要怎麼制裁 怎麼對中共提出抗爭抗議 那這些我覺得在於 國際社會是不是去追究 那歷來之前也發生過 類似這樣的事件 我們發現國際社會 其實有一些譴責聲音 但是並沒有特別的 有力度的制裁的力道 那也許有的國際上的一些政府部門 它是想放長線釣大魚 那我們就期待著 但目前為止 還沒有看到特別有力的措施 所以這種情況對中共來講 我覺得是有傷害 但是並未必是嚴峻的 不過中共這邊也在總結進行教選 畢竟是打臉的嘛 所以說它歷年也對這種細密事件 也有所反映 比如說2021年7月 中共的工信部網信辦 什麼公安部 就發布了一個辦法 就是網絡產品安全漏洞管理規定 它就要求任何企業 發現安全漏洞的時候 必須兩天之內向工信部分享信息 那麼在同年的12月 就2021年的12月 阿里雲這個企業 它就發現了安全漏洞 但沒有及時上報 就被中共的工信部給罰了 那麼在2022年的7月7號 中共的網信辦也出台了一個辦法 叫什麼呢 數據出境安全評估辦法 他們就提到 未來如果有中共的企業 需要傳輸超過10萬人的個人資訊 或者是傳輸超過1萬人的指紋 或者其他敏感的個人數據 必須接受中共的這個安全審查 那必須提交把這些資料 提交給一些政府部門 包括傳輸數據的目的 採取的安全措施 目的地國家的法律法規 最重要的是 他們要根據這些信息 進行這些信息 會不會洩漏的可能性的評估 所以中共也是害怕的 只不過是要給它施加更大的壓力 確實 我覺得國際上 確實是要對於中共的這些黑客行為 以及對於安巡這次暴露出來的信息 一定要重視 美國FBI局長其實這次的表態 就凸顯了美方的擔憂 剛才張家軍有提到 就是說這個黑客涉及到干預大選 那其實中共黨會習近平 曾經是向美國總統拜登保證過 說中共不會干擾2024年的美國大選 但是顯然美方是不信的 另外美國政府還擔心 一旦中共入侵台灣 一旦有這樣的可能 那這些網路攻擊會阻礙美國的軍事反應 對於這些擔憂我想問一下張將軍 您覺得國際方面 美方或者說是台灣方面 需要在哪些方面下些功夫呢 來遏制和預防中共的這些惡意攻擊 我認為這些惡意攻擊 是沒有辦法完全禁止的 沒有辦法完全根除 因為他從哪個地方冒出來 他的軟體 他的軟件又升級了 讓你在短時間之內 你還沒辦法察覺 你一旦察覺的時候 已經有一部分的資料已經在他手上 那我認為像美國跟中國大陸 他既然沒辦法完全禁止 他可以簽協議 如果簽協議了 今天習近平講了這個話 簽了這個協議了 他的這些作風會保守 他做事的就不是大拉拉的 這個敲鑼打鼓大張旗鼓的 撈弄都在上網撈弄之後 他會很謹慎 馬上就要避免被落入美國的 被美國抓到的這些把柄 那他就會相當低調了 那一轉變低調之後 他所能夠竊取的 所能夠滲透進入的 那就相當有限 不論要從這一方面 他是不是來簽個協議 有了協議之後 才會有最基本的保障 沒有辦法完全保障 因為這個軟體的是 軟件的事情 駭客的事情 是看不見的 而且他不從本地出發 從第三國 從非洲那邊出發 從南美洲進入 他是借別人的IP 別人的網址進入 你怎麼要去進去 他說這不是我的 這是非洲的 其實背後大老闆是誰 因為波羅大陸也是中國大陸 所以他的途徑很多 但是簽了約 可以順藤摸瓜 到底這是誰 他的行事的作風 就不是那麼大啦啦的在進行 那這個對安全上的保障 最起碼多了提升的一級 沒有辦法完全禁止 因為他就說 那是別人的 或者說這不是他授權的 他也可以一推四五六 一推講得非常的乾淨 所以他認為 這是沒有辦法完全禁止 那將來如果中共對台 中共會不會藉由網攻 來辭制美軍 這一方面的攻勢 或者兵力的派遣 或者戰略的這種部署 跟調動 當然會有影響 因為這個中共 他為了竊取這方面的資料 美國會有所防範 美國會有所防範 會經過非常多的繁複的程序 來保障自己 那動作就是慢 當然就會慢 會受影響 這一方面我們要多一層保障 這個方面 我們不要從網路上來做聯絡 我們不要做衛星上的 這種聯絡 因為會被破解 封包 封包他會擷取密碼 密碼之後就破解出來 那我們不要這樣來做 可能拿另外一種加密的方式 或者是另外一種直接口對口 這個直線對接的方式來做聯絡 而且這方面 多了這方面的程序 動作當然就慢 你為求安全 為求不洩密 為求不會網攻 你會做一些保障上的行動 也因為這些保障的行動 造成疊床嫁屋 因為這些程序的你要去完備 那換家人動作會不會做釋法 會 這個樣子也達到中共的目的 因為中共有這方面的網攻 有這方面的盛鬥的技術 也會造成美國在這方面 為了保障他的安全 還有他的神秘性 而降低了他行動的機動性 跟他的快速性 這是一定會有 那至於美國要怎麼樣去 怎麼樣去平衡 我認為平衡很重要 一定要做防範 就跟我們今天打仗一樣 我們背了個防彈背心 我們為了保 確保我們上半身的安全 我們背了防彈背心 那因為防彈背心保障了我們上半身安全 但是問題是 讓我們的行動也變遲緩 卡來卡去 拿槍也不方便 拔刀也不方便 都不方便 但是為了保障安全 所以有一得有失 那得失之間要找一個黃金比例 讓他的失分是最少 得分是最多 在這個狀況 我們就要說 那在網路上 是不是保障又更近 更多的一層保障 那這樣呢 軍事情動上面 是不是更加了一分的安全性 所以我認為 要從廣度跟深度來思考 好 謝謝張將軍 秦茂先生有沒有什麼樣的建議 對於這樣的一種 中共的無孔不入的這種網工 像美台之間 國際方面需要做什麼來預防 或者說是去克制 我覺得可以從這幾個層面的話 對中共的這樣的一些做法 進行打擊 一個當然是我們說 加強自己的這個盾 那麼如何去做一些防範 如何是一對一的 說出現這樣的事情 怎麼去應對 但是這個再有一個呢 我們說是對這些發現的公司 和個人進行反擊 那麼我們也看到 之前的時候 美國政府也經常時不時的 會發布一些APT公司 中共的駭客公司 它的個人 它的許多個人信息 進行全球的一些通緝 對吧 但是這個來講說 是調查實際上是很慢的 也很難真正的去追究 那麼再有一個呢 我覺得是做一些景層設計 那以泰山壓軚的方式 去打擊中共本身 這要怎麼去做 那第一個來講 我覺得是要去呢 去揭露中共的 這樣的一些這種邪惡 這樣的一些理論 它的一個黑暗的一些歷史 這樣的在整個的這種 中共的合法性 會得到摧毀 就是您的意思 就是說還是要大家 普遍認識到中共 它本質的問題 然後 因為你如果說只是一對一的 去做這種駭客的 這樣的一個攻防 其實是很難的 很累很難很難 很難取得實際效果的 因為雖然我們說 中共的這個黑客的技術 它和美國相比 它可能是個渣 對吧 但是畢竟來講的話 你是不怕得頭就怕得惦記著 所以 如果你只是去防這個小偷 其實你很難防的 如果說你把它整個的 中共這個老巢 尤其它整個中共本身 進行徹底的一個打擊來講 它其實這個方面 我覺得會起到更大的一個效果 所以對中共的這樣的一個理論的 合法性的推毀 以及它的這種高科技 還有經濟方面的這個打擊 這個也許的話 會起到更加好的效果 是 那說到就是說 中共的這些威脅無孔不入 現在台海方面 還是有一些新的更新 我們看到上週中共的一艘 無船名、無船博證書 無船及港船登記的三無快艇 進行所謂的越界捕魚 後來呢 在台灣金門海巡隊巡查的時候 不慎反覆 造成四人落海、兩人身亡 本週呢 中共海警突然強制臨檢金門的遊艇 而這次所謂的檢查 長達半小時的時間 遊艇上的23名遊客也是備受驚嚇 我們來看一下詳細內容 遊客們陸續下船 看起來沒有異樣 但就在前一刻 中共海警直接登上這艘金門觀光船 強制零件 嚇到不少遊客 很怕回不了台灣 中國海警 中國海警 海警 才剛發聲 中國籍漁船越界 中共表態加強海上敞台花執法 沒想到19號下午3點多 金門一艘觀光船 繞行金門海域的過程中 疑似因烏煞角外多潛灘 在航行中偏向中國大陸地區 突然遭中共海警 強制登舰半小時 索性金門海群署火速到達 一路護航返回金門水頭槓 可以不要停留 或者是可以就轉彎 來避開他們的登舰 這是我們的SOP 而且第一時間趕快通知我們 我們會去遲緣 那以今天這一艘登舰的船來看 我們的雷琴也會發現 這一次是我們發現的時候 趕快過去的 管碧林表示 不管船舶有沒有通報 海群署只要在雷達 瞭望守望系統裡發現 就會去遲緣 也強調這不是嗆聲 而是保護海上的人民 中共強行登舰的行為 造成人民恐慌令人遺憾 先前一遭 三無中國漁船越界金門海域 拒漸翻覆 兩名中國民眾被救起後不知身亡 死者家屬二十號上午 一抵達金門 由陸委會海巡署專員 協助入境事宜 新唐人亞太電視黃亮簡 林家維 專用如 台灣台北報導 好的 首先請問一下大宇 您怎麼看這件台灣的金門案 這件事情會如何影響兩岸的局勢呢 我覺得這個事情是一個標誌性事件 而且它是中共在碰詞 很明顯 那麼我在前一天看到了一個叫呂乃克的作者 他在萬維網的博客上發表這篇文章 我覺得他講的一個東西呢 很有啟發 他說呢 中共習近平啊 其實在去年訪美歸來之後呢 他就提前了他所謂的武統的規劃 或者說對台灣這種入侵的規劃 那麼因為呢 他發現國內的政治經濟面臨雙重壓力 哪個路都走不通 那麼危機非常的迫在眉睫 所以他必須急需的有一件事來轉移視線 所以他又想到了台灣 所以呢他把整個計劃提前 我想呢 他這個事情呢 雖然是他以爆料的形式出現 未必百分之百真實 但是我覺得給大家提了個想 就中共現在啊 確實處在一個非常危機的關頭 它極需要一個目標來轉移焦點 來讓自己解套 那這個事情呢 我覺得大家一定要注意到 那麼在台海發生這個事情呢 我想就是他現在局勢升溫的一個標誌 那現在雖然還不那麼明顯 但我想啊 現在趨勢已經十分的可見比較清晰 為什麼呢 因為中共他現在我想 他並不一定是要用武力的方式 直接對台灣怎麼樣 他對台灣任何的計劃提前 我想他這個計劃呢 很可能是像現在這種模糊式的 這種死纏亂打的 這種滲透式的 因為中共我們知道 他歷史上從來就沒有打過仗 為什麼這麼說呢 他一直都是用這種特務滲透宣傳 這是他的王牌 他當時打敗國民黨 讓國民黨政府推到了台灣 也是這麼打的 他真正戰場上其實他的功力並不高 他在很多蔣介石指令在下達之前 中共已經知道了 因為中共在國民黨內部 有太多的特務和間諜 他就靠這個東西把國民黨給打敗了 包括宣傳上的手段 現在對台灣也是這樣 在台灣島內有他的特務存在 那麼在這邊呢 他靠碰瓷也是靠這種滲透的 他今天能在金門搞這種碰瓷 他明天就可能到高雄港 就可能到台北門口去搞這種碰瓷 然後呢 今天能在金門海域執法 他明天就有理由跨過台海中線 到台北到高雄港外去執法 到時候他把這個整個徹底模糊了 一旦到了這一步 美國日本任何國家想介入台海都已經晚了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給外界提醒非常重要 就是說不能等著中共打過來 這個打的概念中共已經沒有了 它現在是模糊所有的概念 模糊所有的戰線 它靠這種慢慢的往台灣內線去抹的方式 來對台灣進行滲透 最後零外盒把台灣拿下 叫你外界想支援都沒有辦法 當你外界真正等著打的時候 可能已經晚了 所以說我想這個是給大家 給外界提了一個非常重要的信 我想呢 一定要蓋得到這個非常重要的信息 我覺得 提醒啊 我們看到中共國台辦這邊是聲稱 金門廈門之間的海域是不存在所謂的禁止限制水域的 還宣稱要在這片海域展開常態化的執法巡查行動 那隨後呢 中華民國的前總統馬英九先生 基金會執行長表示說 對於國台辦的反應感到非常驚訝 並說這個調子是他從來都沒有看過的 我想請問一下 張將軍您是如何解讀馬英九方面的表態 而中共這邊一直在試圖改變台海現狀 那應該有什麼樣的應對呢 對 中共在這一方面他可能會利用事件 然後犯政治化變成這個狀況 然後我們可以知道這個事件 他的這個來龍去脈 他會 民族主義會不會起來 中共內部的民族主義就會出來了 民族主義出來之後 這些網民鄉民 這些網路上的這些人 他會不會知道這些社會氛圍 知道這些氛圍 把這世衛事態氛圍增加 那剛好幫中共做球 中共打蛇隨棍杖 順勢就來割韭菜 就是這個樣 然後就擴大 因為這個是有搭配的 中共他是有這方面的節奏 有在這方面的 這個營造這一方面的態勢 這看的是很清楚 所以那我們來看 中共的這個思維邏輯 決策邏輯 還有他的行動邏輯在什麼地方 我們來解讀來分析看看 這樣就可以知道 中共他的 他真正的意圖在什麼地方 對不對 你看他現在過來這邊做執法 先來這邊做執法 提醒你我們還有一分鐘的時間 對 人家做執法 很簡單 他的執法為紡織 拿執法為理由 先做執法 執法以執法的名義 然後變成擴大主權範圍 你看先有執法權 執法權之後就是維權 我們講的變成主權了 主權完畢之後變成事實主權 就會擴及到金門了 那將來可不可以複製到馬祖 複製到東銀 複製到烏丘 也有可能啊 你由執法權變成主權 主權到最後變成政治權 大家對中共的會有某種程度的 會接納他了 因為他已經在金門執法了 將來是不是複製到其他外島執法 有一點點無形中 中共就慢慢認同到中共這一方面的自權區了 所以由執法權到政權 到中間經過一個主權 這樣子他三權在悶弄 那將來他現在是質變 質變將來是不量變 依法套制複製在其他地方 就跟主持人剛剛講 可以複製到台北 會複製到高雄 我認為他會先複製到澎湖群島 因為澎湖群島距離台灣在台灣西邊 所以我們可以看出來中共他整個的行眾的邏輯 跟他的決策的過程 他是有節奏有步調的 慢慢來侵吞 慢慢讓你來接受 讓你慢慢接受他的執法權 慢慢接受他的主權 最後面慢慢接受他的政權 三權慢慢過來 他是有三步走 一步步讓你慢慢接受他 那大家想許士林人接受他了 大家想說中共會有武力動口 我們不要去背對他的強大的武力 我們慢慢接受他 慢慢接受他的侵防就下降 所以他有節奏的 那中共在 我想說中共是順勢割韭菜 然後這個樣 所以我們在 我認為要有這個認知 才會有這種警覺 才能夠進一步的正確的去應對他 是 謝謝張將軍 那最後我想請問一下秦鵬先生 就是說怎麼看馬英九的這個表態 他的這個藝術要怎麼解讀 另外中國大多小粉紅其實是 他們一直在說中共這邊有一些動作 那也是期待著中共可以強硬一點 但是看起來中共好像也是軟了 對馬英九的他的這樣的一些擔心 或者一些認識來講的話 我覺得他很多事情還跟不上潮流了 對吧 因為現在實際上是中共 要去侵吞台灣的問題 不存在這樣的一個合作的問題 那對於小粉紅的這樣的一些擔心呢 或者一些嘲笑 因為我們看到之前的時候 他也嘲笑中共把這個東西給刪了 對吧 所以我們看到呢 中共其實也是現在通過這種方式 再去給這些小粉紅打積雪 這毫無疑問的 還是在騙大家 好的 非常感謝三位嘉賓的精彩點評 也感謝大家的收看 那我們更多的熱點話題 下期節目時間接著聊 再見